各位伙伴,大家好,今天日期来到2024年8月28号 今天是我们月星佑伙伴他的场,他已经来到了我们的线上了 我们邀请我们热情的罗虎伙伴,由他来跟大家做分享 好,星佑,交给你了 好,各位伙伴,大家好 我藏上很多认识的伙伴,别紧张 好,分享一下简报 看到我的画面吗? 有 特别做一个比较有趣的画面 好,大家好 我是台东县普庸马富士虫军团的朋友 那这个很开心可以收到指引团长的介绍 就是可以来被学院来分享我们 我之前做的一些事情以及关于我们团 以及我的一些故事 那我这一次的主题是飞龙在天航太影的行路历程 那照片中可以看到中间那个是我 就是一个最近的照片,晒得非常黑 然后右边的是我们的总团长,后团长 然后下面的是我们这一次航太影的一个活动的logo 那首先先跟大家介绍关于我 那陈如我刚刚讲的,我是来自普悠马 同军团的 然后目前是就读淡江大学航太系四年级 然后同时也有参与淡江大学同军团 目前是罗浮群的群长 同时我也是今年的第一三零一期的服务罗浮 那再回到我们这一次的主题 我是这一次活动的活动召集人 那右边的是那个还比较瘦的我 好,那我首先先跟大家介绍关于我们团的 我们罗浮群 那我们我们罗浮群的话是在2021年成立的 你可以看那时候还是高中的我相当的稚嫩这样 然后那时候因为团长的介绍 所以我才就是踏入罗浮的身份 那时候我高中三年级准备生人大一这样2021 那我也是我们罗浮群就是创群的元老之一 那对我来说罗浮是什么我其实那时候也不是很清楚 我只知道罗浮就是大学同军 然后那时候的我们就是我们罗浮群就三个人 然后那时候我们就一直很想办一些活动给我们团内 或者说办一些回馈性的活动 或者是挑战型的 像你会看到我们中间上面我们办了 呃之前办了都然山健行 就是我们就是我们这几个 我跟群长聊天聊着聊着 就一拍起的时候我们要去爬杜兰山 然后爪脚的也是 那爪脚的比较特别是因为那时候是疫情的时代 所以我们就想说G230都尸体嘛 那我们来办一场线上的G230 那时候就真的饿肚子饿了30个小时 然后中间有一些 火整天的活动啊 我们都我们就是排班然后然后设计啊 然后我们很特别的是我们还搞了线上恩火 那这个都是让我也是让我们就是能在疫情的时代 能能回馈给团内 或是说跟大家一起挑战的一个活动 再来是我们团每年 而这几年来每年暑假都会办绿岛实乡下令 那这也是很多外线市的伙伴 就是广为人知就是我们团代表性的活动 那我们罗浮群每年都会协助支援我们总团来去办这个活动 再次下面我觉得也是我们罗浮群的一个里程碑 就是我们在去年的时候 就是我们的群长争取了 举办罗浮群长年会的主办权 然后那时候真的上百个罗浮伙伴齐聚于台东 对我们团来说真的是一个很很特别的一个经验 因为之前因为疫情的关系 所以群长年会都取消了 所以当我们群长说我们要争取的时候 我那时候也是不知道那是什么活动 然后后来了解后发现 哇这个活动真的不简单 然后之后能办起来也是不简单 所以后来觉得说 哇我们真的成立才四年而已 然后我们就做了这么多有趣的事情 在右边这个是今年1月的时候 我们全团七周年的团庆 然后你可以看到这上面就是我们的罗浮 就是从三个越来越多了 所以其实内心还是蛮忐忑 是蛮开心的 就是说哇我们罗浮群真的越来越多了 而且在这个会议里面也蛮多我们罗浮群的伙伴 好再来是为什么要办航太影这个活动 其实我在我高三升大义的时候 我们就办了线上的活动 然后到大义的时候 因为我读的是航空太空的科学 就是有关飞机啊火箭的 然后那时候我就有想说 我们罗浮群们三个全部都跑到外县市 一个在那时候一个在高雄 一个在金门 一个在淡水 那我们想看看我们能做什么 然后那时候就有一个想法就是说 我们是不是要办点活动 来来去回馈给同学团 那左上角的部分 你会看到是些航空工程概论的考试 那因为我们大义有一个课程叫做航空工程概论 然后那个教授他很他很有趣哦 他就是规划的一个考试就是占了20% 就是说我们要我们学生要自己制作 用木头做手持机 然后要去发射 然后距离会决定于我们的那个考试成绩 那他占了大概20% 其实那时候对我们其实压力还蛮大的 因为那时候还刚大移进去 然后听很多学长姐在说 哦我们这个戏很难读 很难念啊 很容易就延避这样 然后 所以我们那时候就非常认真做 所以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 我跟一个伙伴 晚上在半夜的时候我们在宿舍 我们就在我们就在练习做这个 然后那时候一直量那些数据 那觉得说那时候为什么有那么那么多的动力 可以搞这个东西 然后也还好后面 在比赛的时候 就是在时间测量的时候 分数我们还蛮满意的 而且我们可以透过这个东西来去 了解为什么飞机可以飞 所以我觉得这东西真的是 就是让我觉得说 哇 我们透过手座来去了解航太 航太这个东西 再来是 右上角这个社团学习与实作课程 这个是在我们大一的一个课程 然后这个课程就是叫我们要 它是一个学学课程 然后我们我们淡江大学 有一个叫做社团学分的东西 就是你要有参与社团 还有在社团里面办活动 以及参加这个社团学习实作课程 那为什么要放这个图片呢 因为我们这个课 我们的期末报告就是 我们找一群人 然后一起办一个活动 然后写企划书 就像是企划书竞赛的东西 然后那时候我就觉得说 我们报告如果只是写了 然后没有执行 我就觉得有点奇怪 因为有点像是说 我们是为了做这个报告而齐聚一起 所以我想一种想法 就觉得说 我们转换一下我们的想法 变成是 我们要办一场活动 而去写企划书 那时候我就有一个想法 我想要回台东办活动 所以那时候就揪了一群人 就是你可以看到图片 我们在一个讨论室里面 就是在做那个 企划书的剪 就是跟大家报告 然后跟他讨论 然后那时候真的就蛮多 我们系上的同学蛮 就是支持我 就是愿意跟我一起冲 这样 然后我们在课程 我很想深刻 我拿了100分 因为我是组长 然后再加上报告的也是我 然后那时候 在就是上台跟全班报告的时候 我们这个同学就问我 就问我一些问题 我们这个活动真的要办起来吗 然后我那时候就跟大家就说 这个活动我就是抱着 我就是要把他办起来的决心来去做 那时候我记得老师那时候蛮惊讶 说 哇 因为大家大一进去嘛 可能很多人可能 在于这个 计划书断写的方面 可能不会考虑那么的周全 那 刚好我们那一组 因为我们大家都很全力支持 我们去做的东西 所以我们计划书其实算是蛮 就是考虑到蛮多项目的 所以就写的蛮完整的 在主要角是团内的情怀 因为我们 我从国中就开始参与浮游马 然后我们这样一路这样升上去 然后这个照片的话 我印象成果就是在我们高中的时候 然后我们就是 我们就是在一个广场那边 然后我们就团机会 然后就跟团长们一起聊天啊 就是讨论 然后也坐在地板就是听着团长们 在讲一些童军的一些历史啊 还有一些 那个故事这样 然后我们那时候 印象深刻这样 然后图片也是我们那时候 我们那几个小毛头的一些照片 再来是 就是团内情怀 也就是说就是 因为我们在团里这么久了 所以其实 受到这么多的 就是团长还有服务员的一个 呃陪伴啊 然后 然后就是跟着我们一起长大 就是看着我们一起长大 就是看着我们一起长大 更甚至有一些团长都说什么 从我 竹竿去开始看 看到是他变成是 那个 比较比较精壮一点的体态这样 所以就是 其实我们自己罗浮伸上去 其实就也觉得说 啊我们就是要做点东西 回馈给我们团 让我们团 团长知道说 其实我们 我们不是去外线市 就忘记了他们 所以其实那时候 也也刚好 就是想要办一些活动 回馈给台东 再来是右下角 是愿意并肩作战的战友 就是 其实我 要办一个活动 很多时候你做头的 很常会不知道说 我到底要不要继续做下去 或 会不会就是 办不起来 或者是没有人可以帮忙 那我印象很深刻的是 我那时候有一个 朋友就是跟我说 你只要做的话 我们就跟到底 这样 所以其实我那时候 就觉得说 哇 大家都这么支持我 那我一定要 把这活动给办起来 所以你看那图片就是 一个帅哥往前跑 那那个帅哥就是我 然后后面就一群伙伴 愿意一起冲 然后也刚好印证了一句话 就是 一个人冲得快 一群人冲得远 你一个人的话 你很多事情 你很快就完成 但是你一群人的话 你的那个热忱 就可以延续比较久 然后你也可以 做得比较有成就感 这样 那也最后就是让我想要办 这个行太医 好 但是那时候 那个是我大意的时候 就是有这个想法 但是 因为那时候 后疫情时代就是 常常遇到疫情反扑 然后 我还记得那时候 做很多事情 计划出什么 都一直受到阻挠 就是 政府的规定 还有 有的学校可能因为 还有疫情的原因 所以不太让我们借藏地 所以那时候就是在 虽然说我们同学一起 完成很多我们的规划 但是后来因为疫情的东西 我们活动就暂时 也很像是暂时取消 这样 然后就是 就是 就是放着 然后那时候企划 还有一些 我们的 那个 规划都还留着 然后就是这样 就放着 然后那时候 我也是 我那时候也蛮气 因为想说 我们准备这么久 就遇到疫情 然后就 没办法办 就真的蛮可惜的 然后就是这样 继续到了大二 大三 然后到大三的时候 我想说 那时候我们罗夫群 也陆陆续续的 来了 伙伴 就是也 陆人也有新的伙伴 也加入我们 罗夫群 然后那时候 我也是在跟我们团长 在聊 就是 就是要办的活动 因为 呃 虽然说我到了 外线试念书 但是 我自己是觉得 我不想要一直 背着什么 书袋子啊 哪里读 所以我就很想要 参加活动 或者是办活动 因为有一种使命感 就是说 我想要办活动 让身边的人参加 或者是 就是办活动 让 我们小朋友 也可以知道说 大哥大爷 平常在做什么 这样 所以到大三 就是在团长们的 还有伙伴们的 鼓励之下 我们就决定要 重启航太银 这个东西 然后这个是我们那时候 航太银的 五大课程的主题 有左边的话 逆深看法就是 第一个是 航空概念课程 就是我们会 介绍我们 航空的一些 飞机啊 怎么飞啊 然后一些 历史啊 这些东西 然后这个是 下面手机词 就是 我们在 在 航空概念课程的时候 让孩子们知道说 哦 飞机会怎么飞 然后在手机 实作就是 透过实作 让小朋友 更加验证说 哦 原来飞机就是因为 这个原因而飞起来的 再来是 右边这个太空概念课程 就是 我们会教一些 火箭推进原理啊 然后 一些介绍 太空公司啊 还有一些 宇宙的东西 然后下面的 水火箭 实作就是 就是做水火箭 然后让小朋友透过实作 也可以了解说 哦 火箭怎么飞的 而且 这个还是我们用 就是加压的方式 让它去噴射的 再来天洋旗弹也是 一样的道理 就是我们做降落伞 然后让大家 就是体验说 哦 原来我们降落伞 就是 空气阻力可以造成这样的 后果 那我们等下 后面的报告会 会讲 比较详细 这个部分 再来是 我们的 活动三巨头 那我的部分 就 我刚才已经前面有介绍 我是召集人 然后是走演 各项事务的 再来是 我们的 中间的是 我们潘博中团长 然后他是 他是我同学 然后 他从 我大一的时候 跟我同宿舍 然后 他在之前 就是只有国中同军社的经验 然后后面 也不知道同军在做什么 然后到 大学的时候 就是认识 叫做 注意起 然后 被我这样推脱了 然后后面也 就是加入了同军 罗福这样 然后他对航空 也有一定的热忱 所以 那时候在航太银的时候 也是因为他 而让我想要办 航太银给 我们的伙伴 然后他在我们这个活动 是活动组长 负责就是我们 课程设计局 采购的部分 博中也在这边 博中也在这边 诶 博中也在这边 可以给大家挥个手一下 他笑了一下 好 再来是我们的 杨智杰伙伴 那是我们团的罗福 然后 他是 行政组组长 然后就是负责 让我们活动的行政事务 还有 就是一些 协助讲组的设计 然后分配下去 然后还有在活动中 就是担任职心的角色 然后 我觉得对来说 比较 印象深刻就是 我们 我们这三个人 都是第一次坐在这个位置上 所以就是会有 就是三个人在共识上 可能往往会有一些 讨论啊 或者是争执 那我觉得这个都是正常 因为 没有人 刚一坐在这个位置 就可以把事情都照照 所以其实 我们在活动过程中 就是 活动前 活动这种东西都蛮多的 去 讨论啊 然后去 决策一些事项 然后也谢谢他们 就是愿意这么挺我 即便是 知道说这活动 可能办不起来 但是还是愿意 就是 跟着我一起 冲这样 好 自解在吗 可以挥个手一下 好 好 看到了 好 那再来 其实这个是我们活动的三巨头 就是我们这三个人 然后再来我们工作人 工作人员配置的话 就是 我们活动组 我这一次 比较特别的是 我活动组 下面的组员 我都找航太系的伙伴 我们航太系的同学 因为 你活动东西 专业东西还是要给 航太系的人去讲 会比较好一点 就是也可以协助 就在跟博中 讨论我们的课程的时候 以及采购的东西的时候 会比较清楚知道说 这个东西要怎么做 会比较好 或者是小朋友要怎么听 会比较好 所以其实那时候活动组 我是 博中是组长 然后下面的话就是 我们的航太系的伙伴 航太系的同学 再来是行政组这边的话 因为行政事务的话 之前有参加同军 或者是有当工作人员的 会有比较了解这一块 所以那时候我们 我们普悠玛罗夫群的伙伴 就是全部都去行政组 然后我们还有邀请一些 外线市的罗夫伙伴 但是我们有东台罗夫群的群长有来 然后我们有北市方桥罗夫群的伙伴 就是跟着我们一起活动这样 其实那时候 我是蛮感动就是 大家听到我这个简单 就是活动的介绍后 都愿意帮忙我们这个活动 其实心里是蛮开心的 然后也是蛮感动的说 哇 我们在台东办活动 竟然可以这么多人支持 前一个支持 我们台东办活动 是绿岛夏令 然后下一个竟然是航太 所以其实我真的是蛮开心的这样 所以其实我真的是蛮开心的这样 好 在我们有活动工作人员的部分 在就是我们 我们的 最强后盾 左边的部分是我们 我们这一次活动有三个部分 然后第二个部分就是我们的 扣团长 他说我们的 牛马总团长 然后他还是给我们一些 就是 活动的 一些大方向的建议这样 然后也给我们一些 就是告诉我们 怎么做会比较好 或者说 一些经费的调动 这样 再来是我们的 听音团长 跟冠冠团长 他们是我们 罗路群的顾问 然后 在活动中也是 活动前也是 就是协助我们 就是企划书的一个 调整 然后以及我们活动中 就是 一些大小事物的一些 就是帮忙这样 因为毕竟我们团 其实 自己在办这种活动 其实 在就是经验方面 其实还比较 没有那么 好 没有就是比较 生疏一点 所以其实还好 有我们的后盾在 所以才让我们活动 其实可以办 而且我印象深刻的是 那时候 莎莎跟冠前团长 他们在忙 他们还要忙教征 所以那时候 其实真的有点不好意思 因为他们还要准备 考试那些 所以就是 他们愿意直接来帮我们 真的 真的是 超感动的 然后再来右边的部分 日本航空公司 副名处长的部分 就是我们活动 其实 因为我们受 考量进费的关系 其实很多时候 需要 所以我们就需要去找 我们的一些 可能是同军伙伴 或者是一些公司的一些 帮忙 然后那时候 我就因为 我们因为 我参加淡江同学团 然后又有认识 就是 副名团长 然后 就是有去跟他接洽 就是跟他 分享我们这个活动 然后他也是很好爽 就是 听到我们的活动后 就挺身支持 我们这个活动 就是 有给我们一些 很多 给我们很多很多礼品 给我们 两箱的礼品 就是 希望我们可以把这个活动 给 带起来这样 然后也可以让小朋友 可以 有很多的收获 所以其实那时候 我真的 蛮惊讶就是 那个 处长可以给我们 这么多东西 然后 我也影响深刻 是那时候 我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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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柏中就是两个人一起 一起就是 早上的时候 我们就去 我们从淡水游 我们就搭捷运去 处长的公司那边 然后那时候 他也蛮惊讶想说 这两个穿制服的人是谁 然后就是 我们就拿了 我们就准备一些 纪念品 然后还有一些 感谢状就是 给他 因为 因为 他就是从我们 跟他讲我们 这个活动的时候 他就很支持我们 然后也用行动支持我们 所以我们就觉得说 我们就亲自自证我们的 纪念品 一起感谢状这样 再来就是 除了 除了航空公司以外 我们也有 就是跟我们 系上 就是跟我们航太系的 就是 系班就是 接洽这样 然后有跟他们 有跟我们系主任 讲这个活动 然后我们的 系主任 其实听到我们 同学愿意讲办活动 是还蛮开心的 因为 我们 我们系学会 就是这几年 就是 在办活动方面 没有那么的 专精 所以 已经好几年没有办 然后听到我们有同学 就是愿意办这个 航太 而且是跑到偏向 慢活动 所以其实系主任 是也是蛮 开心的 然后 要给我们一些 一些礼品这样 再来是我们 也有去跟我们 系上的 无人机实验室接洽 因为我们无人机实验室 就是 也是做手机的 然后 在我 大一的时候 做那个手机 木头手机的时候 也是实验室的 他们手把手的教我们 所以我觉得说 我们也去跟他们 分享我们这个活动 然后 看有什么需要我们 就是去做调整的 然后那时候 我们也 准备了一些礼品 给我们系上实验室 然后我记得 那时候我们的 实验室的 实验室的 我们这个 虽然说我们是第一次办 这种活动 但是 我们背后其实有很多 团长们 还有很多公司 还有很多老师们 同学们的支持 才 让我们可以把这个活动 给办起来 但还是这是我们活动 当天的一个大额照 就是 我们那时候 我们自己抓人数 我们是抓六十个人 然后那时候 我听团长就是在说 他们 我们有开给东海国小名额 然后 我们 报名人数 超过了三十几位 就是 也就是说我们 我们 就整个活动 报名 要想要来这个活动的 就将近一百位 那后来 我们怎么处理 就是我们跟团长学 就是说 他们就是用 抽签的方式 因为我们这个活动 第一年 那我觉得说 六十位 就是我们的极限了 因为 因为第一支办嘛 所以就是想说 我们就分两班 六十六十 三十三十这样 所以就那时候 就有一些伙伴 就是觉得说 蛮可惜 因为没有参加到 然后我们这个活动 我们这个活动 就是 在报名人数方面 我们收了四百块 没听说就是四百块 我们这活动就是两天 算一天半 一天半 然后 晚上不过夜这样 然后含两餐 然后还有活动的一些纪念品 这样 我们只收四百块而已 所以其实那时候真的是 整个 整个同军团 强迫头 就是大家都很想来参加这个活动 而且 而且重点是我们是在台东这个环境 就是 大家听到说 在台东要办航太银 那大家就觉得超级酷的 所以就是 那时候讯息一发出去的时候 就真的是爆满 这样 然后这个大额照的时候 我印象很深刻就是 我们 我们有一个团务委员 就是韩爸 他特别从台南 特别来台东 因为他觉得 这是我们 我们同军团 就是牛马 得一个里程碑 然后他也 他孩子又来 就才 跟我们一起参加活动 所以其实 就是 还好有很多 团长们的帮忙 才让我们这个活动 可以很顺利的进行这样 然后也帮我们拍了一些好看的照片 再来说我们课程的部分 首先是我们的航空概念课程 这个是我们的讲师 他叫袁志全 然后也是淡江 同军团的 然后跟我们统界 那也是因为 大家的时候认识我 他那时候高中 是同军社 然后大学 本来不会 碰同军 然后因为认识我的关系 所以也不小心被我拉进来 在罗浮这个圈子 所以就是后来 也邀请他一起来我们 航太影的活动 然后在航太影的部分 他是担任 就是讲师的角色 然后 就是可以看到照片中 他在跟小朋友 在讲我们这个 航空概念课程的 的一个介绍 然后那时候我印象的 就是 我在旁边头看 我就看到 哇 在讲飞机怎么飞的时候 每个小朋友都抬头在看 不是看他 是看这个飞机啊 就是 我认识在听这个课程 我想 就是 我想达成的 效果有完成 就是 让小朋友可以很专心 投入在这个课程 因为我之前有听我们 一些团长在说 就是小朋友他们的专注力 很长就是 可能没兴趣 或者是 过了一段时间就没注意 就会直接 精神就会飞走了 那我那天 我就是 我在那里待了 一下时间 一段时间 我发现 小朋友他们每个都很专注在看 这个 他在讲 这个课程的部分 所以其实那时候 我就真的是满 激动的这样 满开心的 然后旁边这个是我们 活动组 也是航太系的同学 然后也是从台北板桥那边下来支援我们活动 然后这个是我们 就是 课程的一些 照片 就是有讲 我们飞机的组成的部件 有这些什么 机身复翼 尾翼这些 然后再来 呃 这个部分的话 就是 我们有 用互动的方式 让小朋友可以 就是 到前面来去做 就是指说 哦 这个部件在什么位置 然后也有让小朋友 就是做个小竞赛 再走到小部分 就是 就是在讲比较理论的东西 就是讲说 飞机为什么会飞啊 然后 我们也用了一些 道具来去加深小朋友的影响 好像课程的部分 适合是由自宣来负责 因为他对于这个方面 他是有很大的兴趣的 所以还好有他可以让 我们的课程 就是 就是 丰富度增加不少 再来是我们太空概念课程 这个课程的话 主要是由我们的 活动组长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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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介绍的 然后 呃 跟卡通课程一样 就是在讲的时候 小朋友都很专注在听 每个都抬头 然后你会看到我们就是 除了 火箭总费外 我们还要介绍 我们的一些 呃 世界上我们的一些火箭的一个 的一个 的一个介绍 然后还有讲说我们的 就是 呃 各个国家的一些 太空相关的政府机关 这样 对 当中我们有介绍我国的国外太空中心 再来是我们下午的有做水火箭 就是我们用宝特瓶的 请小朋友自己来小宝品 然后我们提供一些材料 然后透过就是 手作的方式来做水火箭 然后有让他们进行一些上色 然后就是 大家其实都还蛮投入的 而且 台中的小孩还蛮特别 就是 他们的反应是很直接 就是当他们觉得这个不会的时候 他们就举手 跟我们的老师反应 这样 然后那时候 我还记得大家就是蛮 做得蛮快的 然后他们也 用自己发挥自己的创业来去做上色 然后 涂装的话 这个是我们的行政主伙伴 然后也是来自外县市来帮忙我们的肉肉伙伴 然后 我们所有键 我们 我们操作的话 我们是到外面 然后那时候我们有准备了就是 用 打气机 然后是用脚材 然后 就是让里面再用点水 然后将我们的宝特瓶 我们的火箭组装上去后 透过加压的方式 然后来去推进我们的水火箭 然后我记得那时候就是 小朋友他们在体验的时候 就会就会 就会边压边说 团长 这个怎么 就是发射不了 然后我们就是 因为我们自己在淡水 我们就先测试我们活动 我们的这些水火箭 然后其实射起来也是成功的 但是 但是小朋友的宝特瓶 有一些就是尺寸不合的关系 所以有些没有成功 但是 我觉得在这个方面来讲 我们在这个活动体验上来讲 小朋友确实有 体会到说 哇原来火箭 其实要发射出去 发射出去 其实前置作业 就要耗费很多的人力物力 跟资源这样 所以其实 我觉得小朋友他们 在于体验方面 就学了不少 再来是天降奇弹的部分 这个就是 我们用 我们请小朋友用垃圾袋 棉线 还有 就是 一个 纸杯来去做降落伞 然后我们 就是从二楼那边 然后让小朋友这样丢出去 让它给掉下来 然后我们在 守住的时候 其实 嗯 我们练习 我们光练习 我们就练习了很多时间 因为 我们要找到一个 最省材料的一个方法 然后可以让小朋友他们 体验到最真实的 这个降落伞的状况 然后我们那时候 呃 我们之前可能 降落伞可能是绑一个石头 之类的 那 因为我 我就觉得说 我们这个降落伞 就是要 让他们体验到 你任务失败 里面的生命就会死掉 就是就很像是 你人 你跳降落伞好了 如果你降落伞没有打开 或是失败的话 你人 你人很有机 很有机会就是会挂掉 这样 所以那时候就让小朋友他们 他们挂一颗生鸡蛋 那他们会体验说 你们降落伞没做好 或者是 在不 不适当的时候 丢出去的时候 会有的 那个 后果 然后这个是我们一些照片 就是我们在二楼 让小朋友这样丢下去 然后那时候也蛮多 小朋友成功的 然后他们掉下去的时候 就是很平稳掉下去 但是有一些伙伴他们 比较可惜的是 他们在丢的时候 刚好遇到强风 所以他们的那个 有降落伞 就掉到树上啊 不然就是他们就歪掉 或者是他们的棉性 没有帮好 所以导致他们的蛋有破掉 所以可以透过这个机会 就是让小朋友知道说 我们在做一个事情 或是老做的时候 就要很齐心这样 因为小朋友在这个方面 的回馈还蛮大的 因为我有听一些家长在讲说 小朋友在家的时候 回到家里的时候 还一直在玩这个 然后还跟家里说 要拿家里的蛋来去做 那至于有没有成功 我听说 我听说是没有成功啊 所以就是有被家长念一下 再来是手机竞赛 这个是属于我们第二天的课程 我们第二天的课程是 就是做手机竞赛 木头手机 那方法的话就跟我们之前 我之前大意都学的有点类似 那比较特别的是 因为我们有分两个班 然后两个班的话 我们有分年纪比较大的 跟年纪比较小的 然后年纪比较大的 然后年纪比较大的 就是要做木头手机 然后要进行打磨 用砂纸啊 然后进行磨飞机 把那个液泡面给磨出来 液洗磨出来 那可以借我这个机会 让小朋友知道说 我们要丢飞机的时候 然后它的飞行的现象是什么 就是为什么会飞 再来是比较年纪 比较年纪比较低的伙伴 我们的方式就是改成 摩飞机的时间 就变成是他们在采会飞机 然后可以让小朋友来去做 绘图 就是发挥小朋友 让小朋友发挥自己的创意 这样来去画画 再来那个是 右上角是配重 因为我们其实要讲求 就是 还原原它的飞机的一些真实性 所以我们要进行配重 还有轨机的一些介绍 然后我们的讲师 也非常认真的 跟大家介绍说 我们钱币要怎么配 才可以取得 一个最适当的飞行状态 然后下面的话 就是我们小朋友的一些照片 我们那时候就是在 底堂那边去做 试飞还有比赛 然后小朋友其实 每个就是 我看到他们眼镜 每个都带着杀气 他们每个都希望自己 可以拿第一名 然后就丢的时候 就很用力丢这样 然后印象很深刻的就是 我那时候就是负责 我是站在后面那边 我负责就是 帮他们计算成绩 然后有很多的小朋友 他们的手机 就像是飞弹一样 都往我的脸上砸 然后还好那时候 我的身体 我的状态是比较敏捷一点 所以我好几度就是有 有成功躲掉这样 才没有造成就是飞弹事件 然后那时候就是小朋友 他们也蛮开心的 虽然说有的飞机他们丢到坏掉 但是我觉得就是 他们透过在丢飞机 他们可以很有成就感的 就是他们在前面 花那么多时间在制作 就是有得到一些 就是心理上的满足这样 而且有很多家长也跟我们说 他们小朋友就是回到家里的时候 他们还在就是 在家里在一直丢 在室内也在丢 然后到楼梯也在丢 然后还有的把飞机丢坏了 丢坏了也还在丢 丢坏了也还在丢 就是跟马上说 哦要修一下 所以我觉得说 在我们这个活动上面 就是这个部分 其实我们是蛮成功的 而且让小朋友 就是发挥自己的想象力 去做创作这样 然后再来是我们这个飞鸽传信的部分 再来是我们这个飞鸽传信的部分 跟大家说明一下这个飞鸽传信是什么东西 就是往年我们在办同军活动的时候 都会有都会进行就是 有点像是回馈与分享 就是 类似于就是 填回馈表单 说我们这个活动 有什么需要改进的 之类的 那我觉得 我们这个活动 是给 我小国中生的 所以那时候我就跟 我就跟我们同学同学说 我们改变一个形式 那什么形式 就是我们把我们的表单 全部做成是 明信片的方式 那明信片的方式 可以做什么 就是让小朋友 就是这两天 每这两天 每天活动的结束前 让小朋友去写明信片 然后写说 他这个活动的新的感想 以及一些想说的话 然后让小朋友去填写 那天气完后 我们工作人员就把那些明信片 都给收回来 然后我们就是 一张一张的扫描 我们去看有什么 我们之后需要改进 或者说 有哪些我们没做好的地方 那时候我还记得就是 我们把扫描后 我们就拿到台北 因为我自己有台北店的书 所以我们后来就是 我就拿到台北后 我们就是贴那个邮票 然后记得大概 一百多张的明信片下去太多 然后后续有 就是家长也有被我们反映说 有收到明信片 然后很多小朋友也是很 很激动 因为小朋友 他们在写明信片的时候 很多都是很真诚的 就是说他们在活动中 有一些什么样的收获 以及印象深刻的部分 所以我觉得 我觉得这一次我们没有用回馈表单 或者是就是分享的方式来去让小朋友 就是写那个纸 我觉得这个明信片方式算是一个很创新的方法 而且有别于就是那一张 A-folds回客单来说 小朋友在写明信片上面 会比较认真的去做传递自己的想法 所以我们才 我们也可以比较知道说 这个是小朋友自己内心 是最真诚的一个想法这样 但后面我们有一些照片 那因为有地址 所以我尽量已经码掉了 然后你会看到 有小朋友就是说 我们今天5月19号参加航太尼 然后做手机 然后还有分享他们设计公尺这样 然后玩得很开心 然后它上面画了一些就是图案啊 然后还有说自己可能没飞很远这样 那再来是我们 我们分了两天 我找我大概挑了 简单挑了一些就是他们的写片写的东西 然后跟大家分享 左边的话就是有小朋友 在跟我们的讲师们 讲师告白就是说 那个讲师很认真教了很多东西 然后很有趣 然后在这个活动中 他们真的玩得很开心 然后也分享了说 他的蛋啊就是没有破 然后还有就是一些回馈 然后上面的话也有讲说 就是可以跟朋友一起玩 在做的之中可以学到一些知识 就也刚好符合我们同军堂讲的 做中学学中做这样 然后有照一日还可以来这边学习 然后下面会看到就是也是小朋友在讲说 做实验就是把蛋放进去 就是也主意的就是让小朋友 他们在当下 当天活动的结尾声的时候 把他们整天的东西给回顾 然后在之后他们 家里收到明信片的时候 也可以让他们 可以让他们在想一说 啊我们在行看的时候 我们有做什么 然后来去做再进行回忆 那也让他们对我们这活动的 就是影响会 就是还逐渐的就是留着 然后看到明信片也很开心 这样 再来是我们第二天活动 小朋友的那个 呃一些 就是明信片 那你看可以看到小朋友 他们就有冠军亚军啊 然后还有就是说 自己学起工尺啊 还有画一些图 其实就是 我觉得有竞赛可以让小朋友 增加他们的一个 怎么讲呢 他们在做 做东西的时候会比较投入 然后因为他们会想要拿到就是 比赛的就是 明示啊好一点这样 所以其实 我们在跟他们讲说 其实每个小朋友就是整个 帽足全力来去做制作这样 我觉得这个部分 我觉得小朋友他们做这个 然后又 冠军的诱因 所以他们 整个活动他们是 学到很多东西这样 而且我还有看到有一个明信片 写说 他来查这个活动 然后 然后 再隔一年 要准备合考了 希望他在这个 他的明信片的时候 可以想到 哦他在 今年有参加 我们这行太赢 然后让他就是在 读书的 之余也可以 好好的玩这样 然后也希望他自己看到明信片的时候 也可以很开心 然后也可以 也希望自己可以考试 会考可以顺利 我觉得这个部分来讲的话 小朋友他们 就是 他们愿意把自己的想法刷出来 我觉得就是值得肯定的一个事情 再来是我们 唐太颖的影响力 就是 我们在唐太颖是办在5月18、18、19 然后我们从 就是 二月的时候 我们 二月底的时候 我们去团队会议跟 团长们在讲的时候 他们每一个就是 呃 演成都 就是 因为台下开会的时候 原本就是 大开会就是开会的样子 就是比较 沉闷 但是听到 看到我上来的时候 他们每个都抬头 然后他们就觉得说 哇我们这活动一定要把它办起来 这样 然后那时候 刚好我自己寒暑的时候 也有去弱氏协会当 那个志工 然后那时候我也就有跟我们 呃 精神障碍的社工师讲说 我学我可以想带一些 我平常在学的东西给我们的 那个会员 因为那时候他也是 社工师也是蛮 就是肯定我就是让我们去带 我这个半天的活动 然后我们教我们的会员们 就是 哦 飞机的原理啊 还有做 我们的 那个直飞机 然后让他们就是也度过一个 愉快的上路 但平时 如果你有社工伙伴 就是你知道其实 就是在这些 协会啊 或者是如果是协会里面 其实很多时候 他们就是按表操课 很多时候都按照原本的 排电行程 就是 做一些 既定的东西 那刚好我自己学航太 然后我也在那里当志工 所以就有 带路一些 蛮特别 不一样的一个东西 而且 也让一些会员们 原本就是 我看他每天 基本上每次去协会 都是 脸都比较稠一点 就是比较 可能沉闷一点 然后也让他们就是 也让他就是 那天他直接打一间的奶 然后一直问我 你这是什么 哎呦老师 你那个飞机 为什么你的飞特别远 为什么 为什么 我们天上的飞 我们台东飞的飞机 都弄小台 就是透过这个过程 我才知道 哇 我们效果达到 就是让我们会员们 就是 就是 提升他们自己 就是一些信心 还有 他们的一个 课程的参与度 再来是 右上角 这个照片的话 就是 我们在谈谈以后 就是这个暑假 因为我们 我们有一个 我们的 一个伙伴 他是社工师 然后他在台北那边 就是实习 然后刚好就是 他也 他有课程 然后 就是刚好他想要 导入我们 航太宁的一个课程 然后也有邀请我们的伙伴 结束去担任讲师 你会看到就是 也是带我们 那个机构的一个 小伙伴们 就是飞机的一些 接扫啊 然后还有做火箭这样 其实我觉得就是 这个精神有传递出来 就是有让大家知道说 哦 我们这东西 就是非常的成功这样 再来是下面这张照片 就是我们这一期有一门课 叫做 无人机手作 然后就是 呃 呃我们刚好有透过我们 航太宁的一些 课程的架构啊 然后我们就导入到 我们这个课程 这个 无人机手作的课程里面 然后让 让大家就是可以 那个时候 我们在淡江大学办 就是那课程在淡江大学 然后就来了 一台游览车的 呃 郭小生 然后来我们学校这边 然后去 我们航太宁的同学 就这课程都是航太宁的 然后就是带小朋友说 做手机这样 那刚好我们航太宁的关系 所以就是也一起合并起来 就是也让小朋友知道说 这个东西是什么 但右上角这个部分是 你看到写淡江大学同军团 因为 因为我现在是 呃 洛乌群的群长 然后我想要在 之后就是也把航太宁 搬到台上 我想要再办在淡水 就是办给淡水的 淡江的同军团的小朋友 以及附近同军团的一个伙伴 所以就是 我们也在跟我们的干部们 也在构思说 我们明年的寒假想要在淡江办一场 航太宁 然后让更多伙伴可以了解 我们这个航太的东西 所以这是我们的一个愿情 然后以及我们的一些影响力 这也是我的内线想法 其实因为平常这么多 就是觉得说 我一直在分享我的一些 心路历程 然后我觉得 我自己前面是觉得说 在办航太以前 我会觉得说 这个就是我想要办的活动 然后 蛮感慨的是 哇 原来这么多人支持我们办活动 然后后来就是 蛮开心的是 我们这个活动 虽然只有就是 我们只限定60个人 但是报名人数这么多 大家都支持 团长们支持 然后 连我们 家长会员会也支持我们活动 那我觉得就是 我们虽然一个人只收400块 但是我们创造出来的一个 这个价值 就远超了这么 这个400块的价值 然后我们这个活动就是 嗯 我觉得蛮开心的 还有一个点就是 我们很多伙伴 他们即便在外县市 他们也 愿意花这么多时间搭火车 你也知道台东没有高铁 所以就是 大家都搭火车 花了那么多时间 四五个小时以上 特别来台东一趟 然后我们 我们也是尽力 我们自己是尽力帮忙 就是让大家可以 就是在台东一样住的部分 我们尽力尽量处理 然后 刚好我家里 我家人也 也刚好愿意就是 支持我办的活动 所以也让大家就是 当时候我们一群人 集在我家这样 大家东集集这样 然后 就是也真的是蛮开 就是蛮感动就是 我身边的所有人 都支持我们办的活动 就是真的是 真的是 难以言喻啊这样 然后 再来就是 就是 办在淡水这个部分 其实 我会觉得 这是一个新的挑战 因为 你在台中办跟淡水 办 两边的一些风俗民情 不一样 就是 可能小朋友的状况啊 以及 生活不一样会不同 所以对我来说 那办在淡水 其实是一个 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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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的一个挑战 那 其实 我在跟大家就是在 聊天的时候聊这部分 其实 我发现其实大家 大家真的是 二八部所有都说 只要我愿意办 大家都会全力支持我 就是 有的还准备要看火车票啊 然后还有的就是已经说 那个 课程的部分 没问题 这样 所以其实我觉得说 参加童军这么久 我觉得 三边的伙伴真的是 让我可以走下去的原因 这样 然后也谢谢就是 呃 团长们真的 就是 从我参加童军到现在 就是不断的 给我鼓励 然后也给我一些 帮忙这样 那最后就是 呃 也谢谢听到这边的大家 就是听我 讲了这个50分钟的一个故事 对 看一下 好 那我的故事 大概就先讲到这边 诶 不好意思 刚不小心我这边断线了 所以 辛佑现在是 刚才的分享告一段落了 对吗 诶对对对 好的 还好了 辛佑的这一场 就是很直接的 我就想到就是 心 愿 力 这三个字 就是 都非常的强大 就是 所以有很多的伙伴 就是很愿意去支持 真的是非常感动 好 那 谢谢辛佑 我们现在这时间点呢 大家就先来 合影 跟辛佑合影 那合影完了之后呢 就是 待会想要跟辛佑交友的 就是 欢迎留下来 好 先稍等我一下 这边搓一下 好 后盘爪 好 超了不起的 我们来看各位 镜头 大家都拍好了吗 这边准备要拍咯 有没有人还来不及开的 有没有人还来不及开的 四姐也要开吗 还有其他伙伴 好 三秒咯 一 二 三 我先去 第三号 再一次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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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开ic 谢谢观赏被学院讲座 请帮忙按赞 订阅 分享并开启小铃锒 啦啦啦 啦啦啦